大家好,欢迎来到回味食堂 南澳要重启边境了 我呢,今天也开始重启老北京风味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道清真的牛肉炸酱面 咱们做起来 选肉得选肥瘦兼有的牛腩 我这是一斤半的牛腩 大家看啊,有肥有瘦 而且关键它特别嫩 所以炸出酱来好 然后呢,我们再准备300克的酱 这酱有三种 干黄酱是150克 鲜黄酱是100克 还有50克的甜面酱 三合一 调料呢 葱段,姜片 两瓣大料,一点葱花 最重要的是这些码了 有两个生码啊 萝卜丝和黄瓜丝 还有四个手码 这个豆芽啊 胡萝卜丝啊 芹菜丝和白菜丝 马儿您随意喜欢吃什么自己做什么 我们先把这个肉啊 给它改改刀 这挺厚 我们给它片成大约一公分厚的这个肉片 哎,就这么厚就行了 然后呢,我们将这个肉片呢 先切成条 切成条以后 我们再横过来 哎,把它改成肉丁 我建议您切得别太大啊 我这个大概有半公分左右大的肉丁 因为牛肉毕竟组织大 如果太大的话呢 怕影响口感会有点柴 切好了备用 咱们这时候开始卸酱啊 有人说你就拿水泄 我说对 就拿水泄就行了 顺序搅拌 用酒行不行 我没用过 您可以试一试 泄好酱以后呢 我们就热锅倒油了 油热以后 哎,放入葱段姜片 还有那两瓣大料 煸出香味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准备好的这个牛肉粒 顺序放入了 这会儿呢 别开大火了 中火变炒 哎,做这道菜 您可得有耐心啊 煸炒到五分钟左右 我们看啊 是这样子的 煸炒到十分钟左右 哎,怎么出这么多汤啊 哎,这时候肉开始出水了 别着急 继续煸炒 十五分钟左右 水汽出的差不多了 这个脂肪也煸出来了 这个时候 我们倒入调好的三合酱 倒入以后 继续慢慢的翻板 翻炒 哎,这时候香气已经出来了啊 非常非常的香 大约翻炒 二十分钟左右呢 我们把这里边的葱段啊 姜片啊 大料板都剪出去 省得待会儿吃碍事 哎,这个是将近 翻炒半个小时左右了 这是四十分钟了 大家看油已经彻底的煸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把准备好的葱块倒进去 哎,翻两勺 准备出锅了 哎呀,我已经忍不住了 待会儿我得赶紧给各位尝尝 大家看这颜色 枣红色啊 您瞧瞧往下一倒 全是清油了 酱啊,全跑肉里辣 这吃炸酱面得先放马啊 实际上我还是那句话 马比面重要 哎,爱吃什么 您就多放什么 芹菜 胡萝卜 多来点胡萝卜 轴子放完 咱放点生的 萝卜 再来点黄瓜 一般人都爱吃黄瓜 我也爱吃 多来点 这筷子不行啊 您瞧瞧 都弄好了 最后啊 宽宽叉叉的 来两勺酱 您可别光快那稠的 这油搁里边才好吃呢 这时候不要想什么健康不健康了 就是香不香了 再来一勺 您放心 没那么咸 瞧瞧 这算基本配置到位了啊 拌摸拌摸开搓 简单拌了以后 咱们还得点点醋啊 没有醋啊 炸酱面味还是差点 好 拌匀了 来猪的面条 您先上演 您瞧瞧 进嘴了啊 嗯 一口就撈咕咒 酱都上嘴上了啊 灵魂大饭啊 嗯 行了 我也别掺您了 赶紧回去自会儿做吧 我踏实吃我的了啊 回味食堂 无限回味 我是老李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北京 清真炸酱面 咱们明天见